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考古历史文化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首先欢迎今天现场 我们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六位热爱考古的学员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 碧村遗址 它的名字非常的好听 春意盎然 那碧村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在黄河和玉坟河的交汇处 自古就是一个热闹繁华的所在 大概在唐代的时候 这里就曾经设立过黄河渡口的关爱 当然这只是文献记录当中的 今天我们的考古学家向我们揭示了碧村这个地方 它的热闹繁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么四千多年前的古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而碧村的考古又会为我们揭示什么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是山西西部一处典型的龙山石漆大型石城 位于旅梁市西北角 信县高家村镇碧村村北 地处玉坟河与黄河的交汇处 总面积达75万平方米 该遗址是黄河东岸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之一 占据黄河大拐弯处 把守玉坟河的入黄河口 空扼南下北上的黄河走廊 这种先天的地理优势 使其与生俱来的拥有了勾连四方的战略作用 也成为了联系龙山时代 北方时髦集团与中原陶寺集团的重要纽带 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短片里一样 这一切都让我们对四千多年前 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碧村人是什么样 他们有着怎样的社会组织 他们怎么样生活 他们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吗 为我们揭示这一切的 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 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华夏文明研究所的张光辉所长 掌声欢迎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来 请 好年轻啊 请问您贵庚啊 我今年刚刚这个是年 四十岁 对 四十岁的所长研究的是四千年前的碧村人 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有多久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整整十年了 十年 最好的青春的十年 是的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 就会和四千多年轻的碧村人 会有一种呼应的感受 我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很有缘的 我们工作的每一个地方 好像很多东西都在给我们浴室 或者给我们一些指引 比如说我们工作的小运梁这个地方 据说就出过很多浴气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浴气 比如说我们工作的这个城墙歌舵这个地方 它是上面有城墙了 我们这个现在发现的城门就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些地方 名字和我们后来的发现 都是能够对应起来的 也就是在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 几千年以来 他们认为的那个地名 经过考古发现 果然是能够对应上的 是的 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考古发掘 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工作者的 长期不懈的努力 可以让一段尘封的历史活起来 就好像历史现场被重建了一样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为大家重建这个历史现场 碧村人到底是怎样生活在这里的 有时候考古像开盲盒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老师来带了三个盲盒给大家 咱们来一起看看啊 你看 固若金汤 连排别墅 最后的晚餐 就是碧村人 这样 每一个词 您用一句话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固若金汤指的是碧村城门的一个完整性和严密性 四千多年间的城门 是的 连排别墅 一平米多少钱 现在我们还无法估价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些房子 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人住的豪华年间房子 所以碧村人的城 碧村人的居 碧村人的最后晚餐 这是碧村衰落之后 这群人在这最后的一次聚餐 最后的一次聚餐 好 现在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六位 想先拆哪个盲盒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们的选择是第三个最后的晚餐 看来只要咱吃大家都感兴趣 对于这顿最后的晚餐 你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我比较好奇的是 在四千年之前 古人所吃的东西 是不是和我们现在人吃的一样呢 我们现在有肉有菜有米饭 古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就是吃的是什么 当然很好奇 还有没有 我很好奇 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去吃这顿最后的晚餐的 对 还有什么 他们是什么原因 来吃这一顿最后的晚餐呢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最后的晚餐是谁 是什么样的心情 在什么样的地方 为什么会吃最后的晚餐 我想这恐怕也是您 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也想追寻的答案 是的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 最后的晚餐 来 请看大屏幕 这是一个最后晚餐的一个状态 我们能看到中间这个调食 当时放置一些食物的 一个类似的现在的一个桌子 然后旁边是当时 成熟各种食物或者酒水的一些器具 这里面的这组器物啊 包括了四千年前 当时先民使用的所有的淘气里面的 全部组合都在这里面了 足足十九件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能看到了最大的 这个叫做淡性瓮 这是当时四千年前 使用的频率比较高的一种器物 这种器物是干什么 它里面是盛储一些食物的 比如说 刚才我们的学员说 想知道里面吃了什么东西 它里面就是放一些骨质之类的 当时的骨质就是树和树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就存粮 存在米缸 对 米面筒 大家看那盘子像不像 我们今天出去吃饭餐桌上 可以加热那种盘子 和今天盘子形式就一模一样 是的 非常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火锅之类的 在里面点火 然后上面放一些食物 但是它不是这样一个用途 它是放一些 比如说一些煮熟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煮熟之后放在上面 盘子上面 然后来拿取 其他的里面 我们能看到 这里面最右下角这个地方 有两件三足器 就是有带足的 这两件三足器是当时的吹气 就是说下面点火来烧的 里面放一些什么食物 或者放一些水 在里面煮什么东西的 它里面的底部啊 也有一些烟台 就是有一些被火烧过的 黑色的烟台这些痕迹 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到目前今天也还保留在上面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小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罐子 或者有霜的这种罐子 这当时可能主要是放适 另外一些食物 或者作为一些其他的 成熟之类的用途的 这是他的一个器物组合 其实啊 是不是最后的晚餐 我想只是大家遥想当年了 那其实考古发掘呢 为我们揭示的是 四千多年前的 碧村人的生活状态 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 一餐饭居然会有这么多 在当时非常精美的 分类分工详尽的 不同的器具 这其实也让我们想象 四千多年前 碧村人的生产劳作 他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所以接下来 我们把时间和舞台 留给张老师 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碧村人 掌声有请张老师 大家刚才听了 最后的晚餐 很想知道 这个最后的晚餐 他们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碧村人 吃的肉食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肉 这个骨头啊 就是一个羊的上河 也就是说当时 这里的人啊 也爱吃羊肉 我们都知道 陕北 近北 近西北 内容这些地方 很多地方 现在是羊肉 非常流行的地方 也有很多羊肉的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吃法 你以食为天嘛 除了羊肉 他们还会吃什么东西呢 还有猪 和我们今天吃的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喜欢吃羊肉 吃猪肉 当时的四千年前的 纤米也是非常喜欢吃羊肉 吃猪肉的 也就是说羊和猪 是当时的最主要的肉食 除了羊和猪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动物 也是当时的一个 主要的肉食产品之一 大家猜猜 是什么肉食动物 是牛 牛也是当时一个 非常重要的肉食动物之一 也是它肉食产品的主要来源 而这些羊 猪 牛 是怎么饰养了 我告诉大家 通过我们的发掘 正是一个问题 当时的猪 主要是赚羊 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放羊 而牛和羊呢 因为当地存在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山地 山地上会长出很多的绿草 所以都会把很多牛和羊 在外面进行放羊 这就是当时人的肉食产品 除了肉食之外 碧顺的先民 还大量种植一些农作物 这些农作物包括 我们现在这张图片上 能看到的最右边的水稻 还有中间的鼠 还有最边上的树 树和鼠呢 是北方旱地农作物的 最主要的经济作物 而水稻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到 只剩南方才能看得到 为什么在碧村这些地方 能看到水稻呢 这种水稻发现并不多 只能在一些高等级的区域 才能看到这种水稻的存在 也就是说 只有高等级的阶层 才能享受到水稻 而且碧村所出的这个区域 不光是属于北方山地地区 它在黄河边上 这种黄河边上 有一个好的特点 就是它有的大量的一些摊地 这些摊地上便于灌溉 也就是说可以种植一些水稻了 但是它种植的范围不会太大 所以这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水稻的情况 享受了这么多的美食 当然他们也需要一些基础的劳作 像我们今天 我们需要穿吧 还需要使用一些工具吧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碧村仙米当时 滋补衣服方面用的骨针 这个骨针非常的光滑 是怎样生产出来了 有一句俗语叫铁杵磨成针 当时的仙米呢 它就是把这种骨头 经过常识的错磨 磨成这样大概五公分的骨针 磨得非常的光滑 然后骨针的上面呢 还有比较明显的这种穿孔 这种穿孔 我们现在至少还不确定 这么小的孔是怎么打出来的 但至少这个孔和现在的针的孔 已经差不多了 可想当时的仙米有多么的聪明 有多高的智慧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 认为这种针啊 不一定是用来仿制的 他们做这个骨针 还有部分的用途是用来干什么呢 我们可能很多很难想象 有些学者啊 他就把它当认为是 与占卜有关 和补骨一起结合使用 作为占卜的一个骨签 这么一个性质 除了骨针之外 我们还刚才说到 他会还使用一些工具 什么样的工具 这件工具 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工具 也许有些同学会想 这好像是一件石器吧 看颜色来看 黑黑的 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件石器 它是一身很难得的铜刀 铜刀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铜刀在当时可能是用来一些 小型的一些硬物的 砍割方面的 这些铜刀得来很不容易 首先它的这个铜 就是一个很难得到的原料 这个铜在碧村这个附近 根本没有 如果把这些铜矿的原料 运输到碧村这个地方 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把铜料 如果运输到了碧村 它就可以在碧村加工 加工成这种铜器 但是碧村发现的铜器 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碧村啊 它可能不具备生产这种 铜器小件的先天条件 更多的可能是从其他地方 交换而来的 黄河边上的鲜民 对美有非常崇高的追求 大家看这几件绿松石 翠绿翠绿的 一眨眼一看 非常的喜人 非常的漂亮 想一想 它是做什么用途的 我们首先看到它的时候 发现它中间都是有穿孔的 就是管状的 这种管状的东西 通常是用绳 或者用其他东西 穿连起来 穿连起来 形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串饰 或者一个项链之类的 试想一下 我们如果说 把这么一个漂亮的 一个绿松石 带在手上 或者带在脖子上 到今天来说 也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事情 当然这种绿松石 也是非常难得的 它在黄土高原 没有存在的 这个先天条件 我们倒是在 散南等地方 包括厄西这些地方 有绿松石的矿料 也就是说这绿松石 要获取只可能从 千里之外的地方 才能得来 它从什么途径得来 它只能可能通过一些交换 还有一些贸易 获取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漂亮的绿松石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这么一个 类似项链的东西 长长的 有一百多个小环组成 大家看到这个项链的时候 可能会好奇 这是用什么做成的 是用玉石 还是用其他的什么做成的 它是用一种 很难得 在当地也没有原料的 一种棒做成的 就是把这种棒 磨成一片一片的小片 然后穿孔 穿起来 形成一个项链 这种项链 也是在贵族里 才能获取的 才能使用 这就是碧村人 对这种美的追求 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里的先民 有着非常浓厚的信仰 通过什么来表达 这种情感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东西 羊的肩胛骨 做成的补骨 进行占卜 来表达对祖先神灵的崇拜 或者祈福 它上面有很多黑的圆圈 这黑的圆圈是当时 用火在上面灼 这么灼成的痕迹 灼的时候呢 会在上面出现很多的裂缝 通过对这些裂缝的铲石 来预补祥瑞 当然这种占卜 并不说任何人都可以去占卜 都有这种占卜权利 占卜这种事情 本身是一个很崇高 一个部落集体的事情 所以它只能是部落里面 首领或者专职人员 才能进行占卜 也就是说当时啊 有占卜师 通过占卜来表达一种信仰 表达一种对祖先神灵的崇拜之情之外 他们还用一些珍贵的玉石器 来表达这种情感 这两件玉石器出土的位置非常的特殊 它是在墙体附近出土的 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啊 是放在墙体里面的 后来墙体倒了之后 然后这些玉石器也跟着 倒塌在了地面上 他们为什么用这一玉石器插在墙体里面呢 也是一种祭祀 也是一种对神灵祖先的崇拜之情 通过刚才我们对碧村先民的饮食 还有他们的劳作情况 还有对美的追求 还有一些信仰方面的表达 来展现了碧村先民当时的一个生活状况 仿佛我们也回到了曾经的那个古城 回到了曾经的碧村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老师讲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名字是今天的当地的名字 这个名字在地方字上 就是清代的地方字上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叫碧村这个名字呢 因为当地有两大姓 一个姓王 一个姓白 这两大姓住在这个村里面 然后村子正好是在一座山上 上面全是鸡眼 所以取了一个碧王白石 王姓白姓在石头上住着 就是碧 你看 就形成碧村这个名字 中国文化真是处处留心皆学 如果我们不追问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就觉得好美 在碧村的考古发掘当中 有很多有趣的 就像这个碧村的名字一样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 大家来猜猜看 它是干什么的 您给大家透露一点信息 比如说它的材质 然后它的这个大小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件器物是石头的 黑色的 大概有12公分 这么一个这个尺寸 是的 比拳头稍微大一点 拳头稍微大一点 好了 来猜猜看它是什么 主持人好 老师好 通过我对这个器物的观察 我感觉它上面好像有小口 然后您又说它的尺寸是12厘米 我就猜它会不会是实质的口哨 或者是一种乐器之类的 这是我的猜测 天马行空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但是这个口哨是不是太重了 放到嘴里 容易把牙给割了 还有什么答案吗 来 老师好 我看到这个石器 它左边是有一定的磨损和脱落的 我想它的尺寸也正好可以手拿 所以我猜想它是不是用来 垂打洗衣服的工具 谢谢老师 长安一片月万户倒医生 洗衣服用的 从您的表情来看 好像我们是全军覆没了 实际上它是一件 十斑 大概可能小时候 可能有些同学见过 就是一些老木匠 老木匠它会有一种抱着 它会把这个木材 木料进行抛光 打磨木料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用法 它主要是用在加工木器 就是木匠的几个主要的用于 奔枣辅具 排名第一的那个奔 对 然后它在当时这个地方出土的时候 是和这些陶器放在一起的 陶器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当时这个 不光要在这地方吃饭 还要制作一些工具 制作工具的时候 或者就加工一些木材 可能用到这些东西 我们很好奇 四千多年前 加工的这个木器是什么 很好奇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话题 要跟老师来交流的 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下 之前您提到那个碧村遗址的城墙 里面是有插那个玉片作为装饰的 我想问一下 这种是他们当地特有的习俗呢 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 碧村的这个城墙里面插玉片 并不是一个个案 也并不是说一个区域的一个独特特色 还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这种祭奠的这种方式 它都是属于一种奠基或者祭祀的一种方式 它都是类似的 所以其实所有这一切的结实 让我们更加充满了好奇 原来在四千多年前 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的古人 其实他们已经拥有了非常非常繁盛的文明 甚至他们的生活 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感受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三个盲盒已经拆了一个了 还有两个啊 大家来看一看 一个是连牌别墅 一个是固若金汤 还有两个 大家商量商量 看看下一个盲盒你们要拆哪个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们选择拆固若金汤这个盲盒 所以当时的碧村应该是一座要塞一样 是的 碧村当时的作用啊 可能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或者说不敢相信的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黄河边上的一个交通树柳 一个军事屏障 一个门户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的同事丁怨远 通过这个现代的技术手段 回到当年的碧村去看一看 这座城门究竟是什么样 来 请看大屏幕 现在呢 我就站在用三维技术还原的山西碧村遗址 这里就是最重要的东门纸 大家看啊 这是东门的入口 我身旁呢 有两面墙 这一边已经明显的损毁了 本来呢 这两道墙应该形成一个宽大约是一米八的家道 想要进城 必须要先在入口的地方 进过门卫的检查 然后进入家道 想当年这里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穿出家道 可以看到我身旁有两节残墙 这里呢 就是当时的门熟相当于今天的门卫 这儿呢是东门纸的一道关卡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如果要进城 就是要在这里进行相关的检查才可以通过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向里走 走过蜿蜒曲折的通道 在我身后啊 可以看到有一个呈小品字的高台 当年这个高台呢 估计有数米之高 这上面设有港哨 负责检查和瞭望 保证城内的安全 这就是进入东门纸的又一道关卡 如果你觉得穿过这个高台 就可以进城了 那你就错了 我们现在只穿过了一座瓮城 在这个瓮城的后面 还有一座类似的瓮城 再穿过去才算真正的进城了 谢谢 谢谢丁愿远 来 掌声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电视的手段 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四千年前的碧村人 真的是黄河岸边的这样一个 固若金汤的要塞 那他们要保护什么呢 为什么会把城修得这么坚固 之所以碧村的城埋 修建得这么规整严密 坚固 坚固 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首先它是在一个交通要塞上 这一个交通要塞 它可以截住南来北往 东近西越的所有人群的行径 这是交通上面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从当时的时局来看 碧村所在龙山时代 是个天下万国的时代 就是当时的国家很多 国家多了 难免会产生一些争斗 难免会有一些竞争关系 而碧村周边就存在当时 4000年前 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群体 最大的一个城市 石卯 碧村和石卯相距51公里 这51公里的距离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非常的近 碧村这样一个地形 位置可以作为时髦向东发展的一个枢纽 或者一个跳板 当然它也更可以作为时髦在东方的一个屏障 如果从东面的势力越过了黄河 进入到这个三美高湾 整个三美高湾就有可能会沦陷 所以碧村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通过这个考古的发掘 它这个城到底有多坚固呢 您来跟我们形容一下 它的这个城市 不光有这样一个严密的城门 它还有这个双重的这个城源 内城和外城 也就是内城墙和外城墙 而它的山面呢 没有城墙的地方 是山面是环河临沟的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一手南宫 我们看到这个墙的整个的构建 全部都是这种大型的石块 堆叠累契而成的 是的 这个墙体啊 它都是大量地用的这种石块 这种石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个石块就在周边的这座山体之下 就压着很多的这个沉积岩 这种沉积岩开采起来 其实也难度也并不高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沉积起来的 敲打下来之后 它就是一块一块的这种 开采之后啊 要从山体之下 运到这个山上子来建成 筑成 但这个难度也是很大 工程量也不小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整个城的这个面积 测算出来有多大 整座城现在残存的面积 是75万平方米 75万平方米 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聚落 也是个大型聚落的一个规模了 75万平米大概有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测算 可能在这个几千人这样一个规模吧 所以这样规模大的一座城 固若金汤 那他们到底要守护什么呢 所以碧村里还有什么秘密 让我们把掌声和时间 继续留给张老师 谢谢 说了这么多啊 大家一定很好奇 四千年前黄河边上 修建了怎样一个城门 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四千年前这座城门 这个城门的规模 是非常庞大的 这个城门的跨度啊 南北的跨度 有75米的跨度 东西近身呢 东西近身是接近50米的近身 也就是说三千多平方米 这样一个大的城门 碧村 城门这个结构 之所以如此复杂和规整 讲究对称 它的核心部件 就是它有一个半圆形的蹲台 更为重要的就是 它外侧 还有一个夹墙 这个半圆形的蹲台和夹墙之间 组合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个夹道 这种夹掉的出现 就为这种分流或者引流 提供了先天的基础 从南侧的入口 进入 然后沿着这个夹道向前 就引导这些进入的人 不断地迂回向前 只有通过它既定的路线 才能到达城内 这就是这个半圆形的 蹲台的一个作用 蹲台之外的这个夹墙 比较复杂 这个夹墙并不是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 都是利用石块 累积起来的一个墙体 它中间也用了一些土坯 就是现在的像砖一样的土坯 我们能看到这个外侧 这些方块方块的 弧形的往前走的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土坯基础 它为什么用这个土坯 来做这个夹墙了 而不用石块了 我们分析了一下 发现是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土坯所用的这些土 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 这些土不光做成土坯 它更重要的是把它做成 蹲台里面的石包土芯 就是蹲台里面的很多的土 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 因为我们碧村城门所在的地方 属于黄土地区 黄土地区大量存在的是什么东西 是黄色的黄土 含砂量比较高 它的粘性比较低 这样一个土壤结构 不利于连河 所以它把一些蹲台 或者一些建筑部件的基础 和土芯里面 都用了这种粘性较高的粘土 而这些粘土 有的没有用完 然后它就把这些粘土 直接夯起来做成了土坯 所以我们才出现了这样 这个夹墙里面 用了一份土坯的情况 如果只有这个半弯性的蹲台 和它的夹墙 这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城门 它的主体结构里面 还在南北这样一个区域 设置了两个非常大的蹲台 大家看到这个方形的 外面围着这个石墙的 这样一个蹲台 这个蹲台的规模呢 边长在二十多米 接近三十米的长度 这么大一个蹲台 这个蹲台之上 当时应该是有一些建筑的 也就是在有一些城楼 这样的设施 当然现在都已经被废弃了 我们只能看到 蹲台边缘有一些夯土 这些夯土可能是 承载当时建筑的一个实体 在南北两个蹲台之间 设置一些杖墙 又形成了它的内外瘟城 这么一个结构 这么复杂的一个城门 这么庞大的一个城门 最后是怎么废弃的呢 最后又 它的命运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不断的工作发现 这座城门 大概在 一千八百年前后 作为城门的 它的功能丧失了 最显著的一个标志是什么 在南边这个出口这个地方 它被堵起来了 堵起来干什么呢 它堵起来之后 把它作为一个房子来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 它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 很多人在里面生活 使用 这就是 地村 这个城门的一个结构 以及它的 相关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命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您的精彩讲述 刚才讲到这个城 我想大家可能会脑海里 挑出一些画面来 比如大家来看一看 这里谁认识 这是哪儿 南京的中华门 为什么你看这个 碧村的东门这个遗址 发掘出来之后 就感觉跟 我们看到这些后来的城墙 这个形式非常的相似 是的 它后来的这些城墙的渊源 实际上就可以追溯到这个碧村 这种非常标准的双重凤层 只是说后来的这种城墙 相对来说 它的结构更加简化 但是它的雏形 也在碧村上面 内外双重凤层是能找到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跟老师交流的 我觉得大家现在 眼睛都放光了 老师我有一个担忧 因为黄河经常的泛滥 那建在黄河边上 会不会有洪水的隐患呢 谢谢这位学员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问得是很好的 黄河是确实经常泛滥 我们通过相关的研究 发现四千年前 当时的黄河水位 和现在的黄河水位 差别 总体上差别不是很大 它是在一个台地上 是的 碧村一直是在一个台地上 也就是说碧村遗址 所在的台地 和当时的河窗的高度落差 包括黄河当时的河窗的 高度落差 是和现在的差别 不是特别大 没有我们想想的那种 这个泛滥这种状况 接下来的三个盲河 还有最后一个了 叫连排别墅 就是碧村人的住 连排别墅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 都是非常奢侈的 连排别墅 是碧村 可以说它的原始宫殿 这个地方 之所在 也是当时最高等级人 住的一个区域 他们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用我今天的话来形容 就是连排别墅 先来通过大屏幕上的图来看一看 四千年前的连排别墅是什么样 四千年前的连排别墅 它是连接了排房 类似的这么一个结构 在它的房子的前面 有个大广场 它的背后是个坡地 坡地上成为它清道垃圾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区域是非常的开阔了 同时在它的房子的周边 它为了把这个连排别墅 或者说连接的房子 维护起来 把这个台地维护起来 然后在周边圈了一个护墙 这个护墙就把这个台地给包起来了 起到一个这个包气的作用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 黄土高原的这个区域 它是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 因为它这是个高台 高台的边上是个坡地 相对比较缓 容易水土比较流失比较严重 所以把它围细起来 一个有这个方面的作用 再一个它也起到了 加强这个地方的防御的一个作用 另外还可以起到 提升这个区域的地位的一个作用 相当的有规划 相当的别致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最高 阶层居住的一个区域了 它这个位置相当于是 我们今天发掘出来的 整个避村遗址的中心的位置吗 是的 它不光这个地理上 在这个避村遗址的最中心 从这个地位来说 也是核心区域 核心区域 所以您刚才用了一个词 说它可能是供电区 是的 可以用原始供电 来这么形容这个区域吧 我们能看到 这个区域的几个房子 非常方正 最中心的一个呢 是它的中心房子 是最大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有多大面积 大概有100平方米的面积 9米乘以11米 这么一个尺寸 然后两边的房子 一是建小 形成这样一个等级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划 每个房子的墙体 也很有规划 这个墙体啊 最大的房子的这个墙体 最宽的达到1.2米 墙体有1.2米 1.2米宽度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好的 隔绝温度的作用 对 你住在里面真是冬暖夏凉 然后两侧的这个后墙呢 是一是建载 都在80公分左右 这么一个规则 如果用一张图来说明的话 它的整个墙体 是以这个最大的这个房子 为中心 依次向前面 缩进的一个排列 这个方式 都是一种等级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两侧的房子 不能和中间的房子的这个 在一条线上 必须错开 因为地位不太一样 得需要有一定的成绩性 那我们就特别好奇了 它是当时的碧村人用来居住的 还是说 它甚至有一些祭祀的功能 它是庙堂 还是殿堂 还是居室 而且这么大体量的建筑 当时的碧村人 是如何把它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而后来 为什么又弃之不用了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请张老师 为我们介绍这些谜题 把掌声送给张老师 来 多谢张老师 这排年代别墅 它的房子的装修 也很有讲究 虽然这些房子 都是用石头砌柱起来的 但并不是说 用石头砌柱起来 就裸露的石头 就能给人居住了 实际上它的墙体之上 还要进行一些装修 怎么装修呢 我们现在的房子的装修 是贴磁砖 四千年前 当时的人就有这种意识了 只是说 使用的材料有些区别 用什么材料 他就用这种炒拌泥涂抹 大家能看到的 这个是红色的炒拌泥 涂抹在石头墙之上 然后又经火烤 形成这种红色的硬面 它的厚度 大概在十公分左右 十公分左右 这个厚度 贴在裸露的 这个石头墙之上 形成很好的一个保温层 并且能增加它的美观性 防潮 有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这种装修的这个方式 它也就是在小玉娘 这组年牌别墅房子上 体现出来的 在其他地方发现的 房子的装饰的方式 或者装修的方式 是什么一个方式呢 就是这边 我们能看到这个方式 它的地面 还有残存的一部分 用白灰磨的地面 然后它的墙体之上 是用白灰涂抹的 也就是说和地面上 浑然一体 它是这么一个装修方式 当然 小玉娘上 这种年牌的别墅 这么大的房子 它也需要 有自己取火 取暖的地方 因为它是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山体之上 冬天的西北风 也是很大的 它正好朝向 也是朝向西边 如果没有大的 取暖的设施 人很能在里面 这个居住下来 或者说生活下来 所以它就有一些 很大的一些地面罩 这个地面罩的 都是在房子的最中间 大家能看到 圆圆的中间这个区域 就是它的一个地面罩 它的直径有多少呢 直径有两米二 这是最大的一个 房子的地面罩的直径 两侧周边的 房子的地面罩 体现等级的话 要稍微要小一些 这也是它一个 等级训练的 一个体现方面 还有一个 更有意思的方面呢 是个圆形的地面罩 我们不是刚才说 它是在取火取暖 在上面烧火 但是我们看 周边的白灰上面 基本上没有被烧的 一种迹象 就是说 它的火 就紧紧地局限在 这个圆形的地面罩之上 火苗或者火星 也没有见到外面来 是什么原因 从它的细位上 细位的结构上面观察 仿佛能看到一个迹象 就是在它这个圆形的 地面罩啊 中间还有一个圆 而边缘呢 又是另外一个圆环 这样形成一个 同心圆的一个结构 在当时使用火苗 生火取暖的时候 在边缘是有个围墙的 也就是相当于 现在一个炉子 在炉子里面生火 这火苗或者火星点 也不会溅到外面去 它只能会被局限到 这个罩子里面 或者炉子里面去 所以在周边看不到 被灼烧的一些迹象 这是它的一个 生火取暖的一个 妙处 这排连排别墅上面 我们说前面有它的广场 后面有它的 这个存放垃圾的一些区域 存放垃圾的区域 主要是在它背后的 一些坡地上 这非常有讲究的 它不会利用一些 很平整的地方 去堆放垃圾 它只会用一些坡地上 一些边缘 边角料的地方 去存放垃圾 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在垃圾坑里面 出土的一些东西 这个垃圾坑里面 出土的东西 也显示了它的一个级别 并不说都是一些 普通的一些陶器 它也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也有一些浴石器 也就是当时的 这个小月亮之城 占有连排别墅的主人 他有比较高的身份 有这么高等级的建筑 高等级的人物 住在里面呢 他在周边 也会有自己的维护设施 区化设施 增强它的防御性 增强它的等级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残存的这段石墙 这段石墙 是整个小月亮上 它边缘的 一个围墙的一个状态 它的围墙也是用石头 也就是护墙 也是用石头 垒气的 垒气这个护墙 很有特点 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这堵墙都是有两重 拼合在一起的 外面的这一重 复原起来是一米六宽 然后内侧的这一重呢 也是一米六宽 两个一米六宽的这堵墙 拼合在一起 形成一堵墙 维护这个台地 它正好在这个台地的边缘起 把这个整个台地 进行维护起来 一个是维护这群 连排别墅的主人 再一个 也是为了防止 黄土地区容易在坡地 山体容易滑坡 所以它要修筑这些护墙 这个护墙 除了地面起见以外 大家能看到 原始的这个状态 是一个坡地 一个断崖 是在断崖上的修建 利用了断崖的一定的基础 然后外侧也会把断崖 修起一下 修起成一个垂直的立面 就是非常的有规划性 大家经常能看到 高速上一些护坡 这个实际上和高速上的护坡 有异曲同工之效 这么规整的一个房子 这么有讲究和等级的 这一组房子 它最后的命运 又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的命运 肯定逃不过 废弃 遗弃 损毁 这么一个归宿了 它的废弃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呢 它的废弃 可能与火灾有一定的关系 从哪些方面能表现出来 我们从它的墙体 被火 灼烧成红色 能够看出来 这种石头的墙体 一般是这种灰色的 但是它被烧成的这种红色 这就是一种过火的现象 我们能看到 这张照片上的墙体 它是被火烧了 有的地方还有黑色的 腌制痕迹 这就是一个过火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群房子的 这个最后的归宿 被废弃 废弃的原因 很可能是火灾所致 从我们上面说到的 关于小云梁的这些连排别墅 以及连排别墅 相关的一些附属设施的 等级性 以及规划性能看 碧村小云梁 是非常有设计技巧的 体现了当时的设计者的 一个轴心思想 或者等级思想 也体现了碧村遗址 它本身的一个等级性 和重要性 这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碧村原始宫殿的一个模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老师 经过张老师的讲解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能够感受到 碧村人的生活 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就是我们知道 黄土高原地区 它的房子其实它是需要干打垒 碧村人除了用石块 它的粘合剂用的是什么 它的粘合剂 主要用的是草和泥混在一起 作为砌石头的一种粘合剂 和现在的水泥和沙子混在一起 砌墙类似 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问问张老师的 尤其对碧村人这个房子居住 我想了解一下 碧村人之前有过什么娱乐活动 或者是娱乐项目吗 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 我们从这个 我刚才看到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连排别墅的前面 有个大广场 在一个情况来看 当时可能是存在一些 篝火或者乐舞之类的一些活动的 广场上是没有任何设施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的一个广场 那么这样一个区域里面的话 它有可以举办集会 或者大型的集体活动 祭祀啊 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舞会啊 这个方面的一些 可能承担这个方面一些作用 它才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大广场 这样广场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文化时代里面 在其他的遗址会经常看到吗 这样一个结构啊 都会在一种 这种高等级的区域里面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构 周围圈围起来 然后中心有一组房子 然后中心房子之外 有大一片的广场 是当时的一个高等级建筑区域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标配 这样的一个城 它在修建的时候 有没有证据表明 碧村人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划 和先期的一些勘察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形 是三面黄河临沟的一个地方 最西面的是黄河 也就是碧村遗址 是紧靠着黄河 就在黄河边上 然后这个南面 这一片呢 是玉坟河的河道 然后再往北面这一片 是茂尔沟 一条大冲沟 冲到黄河里面冲沟 那么只有东面这个区域 就成像哥洛这个地方 是没有封闭起来 如果它在成像哥洛这个地方 修建一个城墙 就把这个整个的地形 包进去了 形成一个很封闭的空间 也就是形成我们刚才所说的 三面黄河临沟的这样一个地形 这个地形对于防守来说 是一个很有利的地形 就是一守南宫 再一个呢 从这个城墙哥多到殿勒梁 我们能看到的小玉梁 在梁上 这四个大的台地啊 是个篡柱式的一个台地 它是在祖梁 向黄河延伸的这个台地 这个末端 这样这么一个区域 这么一个区域 它正好是当时交通的一个 主干道上 当时的交通是在山的主梁 向黄河延伸的这个方向 这条线上 形成这么一个交通主线 碧村就是考虑到这样 选址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考虑到这样一个 交通的一个便利性 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看一看 碧村遗址和其他的文明之间 相对的一个关系 请张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山西啊 我们都知道 历来是中国南北文化 交融的一个大熔炉 这其中就涉及 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这个碧村意识 它正好处于了 中华大地最为璀璨的 两个恒星 时髦和陶氏之间 这也是我们选择 道士开展工作的一个 根本原因 试图阐释 中国史前文化 多然文明的互动 与整合 碧村遗址 也顺势成了 联系 龙山时代 北方时髦集团 与中原陶氏集团的 重要留待 我们通过张老师的解读 对碧村遗址 以及它的历史文化 价值有了足够的了解 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碧村遗址 第一产发掘下去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碧村遗址的 第一产发掘 是在2015年 当然在它发掘之前 也有很多的一个故事 2014年 当时的 碧村遗址的考古领队 海金乐先生和王小益先生 两位 就根据相关的信息 来到了碧村 当时去碧村也很不容易 当时的高速公路 都是绕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才过去了 大概走了一上午 才到这个碧村 到了碧村之后 这个黄河边上的 这么一个山地地形 也是不好走 湾沿盘旋了很长时间 才爬到这个小梁 这个山顶上 这个山顶上 一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了很多 很多在地上 散烂的一些石块 这些石块 很令人奇怪 为什么在这个 一个土的一个山顶上 会有这么多的石块存在呢 这两位这个调查者 非常明确地 也观察到这一点 它有可能是一些墙体 或者一些建筑倒塌 形成了一些堆积 另外有一个事情 也让他们非常的遗憾 就是在地表上 同时才出现了 大大小小的 一些坑坑洼洼的东西 这坑坑洼洼 他们也自己一想猜到 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一些盗洞 就是很多地方都被盗挖了 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报了 申请了国家文物局的 主动性发掘项目 很幸运的时候 这个发掘 很快就被批下来了 我们就开始了 2015年的第一产发掘 我特别想知道 您参与整个这个过程 您的感受 另外 碧村遗址到目前为止的 考古发掘 您觉得它会带来 什么样的意义呢 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它并不是说 发现了一个时长 它更大的意义是体现在 它对于中国多元文明 这个发展轨迹里面 一个揭示作用 或者一个窗口作用 因为它就处于 整个文明前夕 前夜或者说 龙山这个最辉煌的阶段 两个最大的遗址之间 陶氏和时髦之间 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这么一个区域 最后汇聚成 这个我们现在 所一般认为说 是以这个夏王朝 这种都城 汇聚到这么一个区域 形成了一个 以中央为中心的 一个多元文化的 一个发展轨迹 它是怎么形成的轨迹 那么碧村正好是 他们中间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衔接点 就能把这个东西 进一步勾勒得清楚 或者进一步勾勒出来 这么一个状况 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所说 现在北方 在龙山时代 有大量的石城出现 这个地区出现了 很多的城市 比其他地方 出现的城市要多很多 这个地方就在 四千年前后 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区域 这个辉煌的区域 它和怎么和 最后怎么会消失 怎么会和中原地区 发生联系 那么他们之间的 衔接点在哪个地方呢 碧村就是他们的衔接点 就是把它和中原 联系起来的 谢谢张老师 那碧村遗址的 发掘工作 现在还在继续吗 碧村遗址的发掘工作 现在还在继续 我们下一步 将进一步推进 碧村遗址的城墙 以及它的内城门的解剖 以及发掘工作 我们也期待着 未来碧村的考古发掘 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的惊喜 也开更多的谜团 当然也希望您把我们 对于所有考古队员的 祝福带回去 谢谢 我们起立 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老师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感谢 谢谢 九区黄河奔腾而过 四千多年前 在黄河岸边的 一块台地上 一群中国人 他们用石头 筑起了一座城 奋斗着 创造着属于 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此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 颜绵不绝 而今天 另外一群中国人 他们用自己的手产 去为我们 揭示了这段历史 而更重要的就是 他们为我们展示的是 中华文明的 辉煌和灿烂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感谢六位学员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